我1964年是吧 对 是兔子是吧 对 好 你说吧 想问什么 身体 好 我讲给你听啊 你这个人 要小中风的 你的血管有阻塞 对 鼓掌 我告诉你 你这个人 人非常好 一辈子经常被人家欺负 而且你的腰很不好 受过伤 对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还有一个眼睛经常掉眼泪 这个眼睛视力急剧下退 你要当心要注意眼睛的保养 对 我再把你看下来啊 你不要不好意思 我就讲给你听 你有一点前列腺炎 所以你小便不干净 对 你的感情运年轻的时候很复杂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不想甩掉那个 又想保持住两个 所以你有一段婚姻非常的痛苦 对 你现在要多念大悲咒 增加你的能量 你的腰 右肾不是太好 关节不是太好 你一定要念大悲咒 而且最好每天要喝点大悲水 我每天喝大悲水 每天喝 好 你吃素了没有啊 吃了 喝多年 嗯 还不错 你要当心你这一段 从喉咙这一段到这一段 要特别当心 里面有很多黑气 所以你的嗓子经常的咳嗽 喉咙经常的发炎 然后你有时候觉得气喘不过来 对 你相信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你的 因为你人挺好 你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不好的去伤害别人 只是有时候有一些坏脾气 妈妈人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你念礼佛 很快就能消除的 请问要论多少礼佛 你每天最好能够念 四遍礼佛 好 然后你要念大悲咒二十一遍 我每天 我每天都念二十一遍 好 心经念四十九遍 对 好吗 我念每天四十九遍 你呢 其他没什么 就是要当心 以后不要耳朵根太软 什么事情都相信 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你的一生 有好几次生意上 不是太顺利 被人家骗 就是因为你耳朵根太软 我说对不对啊 对 指点指点我 指点指点你 对 你一直念心经之后 你会开智慧 你会看人 什么样的好人 坏人 一看就清楚 坚持念心经 超过十万遍 我告诉你 你心想事成 谢谢 希望我的兔腾 兔腾什么颜色 属什么 兔子 兔子 对 白 稍微偏深一点点 下面是深的 兔子的上面是白的 所以如果你想幸运的话 经常上面穿淡一点的衣服 下面穿深色一点的衣服 不要去穿淡裤子 否则的话 你就会不顺利 你记住了 海长告诉你 你在一年半之后 会碰到一位贵人 这个人会跟你一起合作 你好好的抓住他 胖胖的 是一个男的 你现在可能已经这个人出现了 你身边有没有个合作者 比较胖一点的 一定有 你盯住他吧 前面头发蛮少的 有 有吧 有 已经碰到了 你跟他 他不会骗你的 明白了吗 一年半之后 你们会合作一个大的项目 好好地去做 要念准提神咒 保佑这个事情能够平平安安 你要自己要好好地念经修行 你不是个坏人 你如果不要去贪 赚自己该赚的钱 我相信你 至少以后再天见 好 谢谢 你还有什么 因为我是音效 可以问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 你的妈妈 什么时候过世的 我忘记了 那么你可以告诉我 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是 叫什么 怎么有点像柬埔寨人的名字 对不起 英语 我是音效 你讲给我听第一个字叫什么 你这样 我现在叫你念 你就念 好念吧 你妈妈个子不矮 蛮高的 一米五六左右 对 瘦瘦的脸 对 头发往后梳的 对 眼睛不大 对 鼻子们的 对 这里有两块小的颧骨 颧骨在这里 这里有两块小的肉 对 你给他死的时候 给他做过 超度 对 他现在还穿着那件 丝绸的衣服 是 走的时候 你给他穿那件丝绸的衣服 对 他现在告诉我说 你从小最傻 经常对人家好 人家不对你好 他对你的老婆有意见 你老婆今天在不在这里啊 不在 不在是吧 对 那我讲了 你老婆对他不孝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呢 听老婆的 现在你妈妈叫你给他念小房子 你想知道他在哪里吗 想 阿修罗道 谢谢 你妈妈 我再讲一点 你就相信 更相信了 你妈妈的脾气很倔 很大 对 鼓掌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你妈妈走的时候 两个脚非常不好 对 对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的 谢谢 好好念经 好 看 师父 谢谢